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娱乐党中央节目 今天的新闻焦点围绕着几位明星的最新动态 首先张婉逸的新剧从景生涯因内部闹剧而引发热议 导演高群叔被踢出剧组 编剧也不甘示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不满 评论区瞬间失控 这场内斗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接下来 乘风2025将进行重磅升级 邀请来自六个国家的姐姐们加盟 这次的户外录制形式也让人期待不已 究竟会带来怎样的视觉盛宴呢 最后 74岁的刘晓庆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生日照 虽然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 但她的自信与优雅依然吸引着众多目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腾讯报道 张婉义的新剧《从景生涯》 在开机前就引发了剧组内部的激烈争斗 导演高群叔因为签合同而被踢出项目 取而代之的是李牧歌 高群叔在社交平台上对制片方的行为表示愤怒 指责他们在未立项的情况下就擅自开机 并对剧本提出了强烈的坚持 结果却遭到了排挤 随着事件的发酵 编剧赵东霖也卷入其中 态度摇摆不定 令剧组的内斗愈加复杂 这场风波让网友们对剧集的前景充满了担忧 评论区更是热闹非凡 许多人对剧组的选择表示失望 在另一则消息中 《成风2025》即将迎来重磅升级 节目主理人任阳 在招商生态大会上透露 这一季将采取全新的户外录制形式 旨在为女性竞技节目注入新活力 此外 本季还将邀请来自六个国家的实力女性参与 展现国际化的竞争氛围 尽管之前的户外录制计划未能实现 但这次的全新尝试引发了观众的期待 节目阵容中 李肖云等知名歌手的参与也让人充满期待 或许将为观众带来更多音乐类的精彩表演 最后74岁的刘晓庆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生日照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尽管她的耳垂音岁月而下垂 但她依然展现出年轻的气质 妆容精致 红唇夺目 刘晓庆的感情生活虽曾引发争议 但她对此态度从容 认为个人生活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 她不仅在艺术创作上不断进取 还在经历过人生低谷后展现出坚韧不拔的精神 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励志典范 刘晓庆的生日庆祝充满了自信与优雅 彰显出她对生命的热爱与追求 好团圆大结局 论父母的重要性 只有他们会真正在乎你 腾讯通过对剧中团圆二字的深刻解读 揭示了家庭关系中的复杂性和父母角色的重要性 剧中 向前 向中 向南三姐妹在婚姻生活中经历种种波折 最终与父母达成和解 体现了家庭的真正意义 无论是向志军和兰芝这对父母 还是其他配角 他们在子女眼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父母 即使在不完美的关系中 依然展现出对孩子无私的关爱 这种强关系 使得家庭的纽带在岁月中愈发坚定 尽管生活中存在争吵与矛盾 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始终是无法割舍的 紧拨一天 央视黑马剧收视全国第一老戏谷演技 令人拍案叫绝 腾讯报道了新剧《故乡的泥土》的成功 成为国剧市场的一匹黑马 该剧讲述了在时代变革中 村民们依靠自身力量改变命运的故事 开局便以扎实的年代质感和激烈的矛盾冲突 吸引观众 剧中通过生动的婚礼场景和村民的争执展现了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 令人感同身受 故事不仅紧凑且充满张力 吸引观众继续追看 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被赋予了鲜明的个性 展现出浓厚的乡土气息 央视年代剧首播收视直逼第一 一口气看完 我要说国剧就该这样拍 腾讯强调了《故乡的泥土》 在选角上的成功聚焦于实力派演员的表现 刘佩奇 颜学晶 王力云等老戏股的加盟 使得剧作在演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每位演员都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展现了农村生活的真实与复杂 该剧不仅在剧情上引人入胜 还通过演员的精湛演技 使得观众对角色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随着剧情的推进 观众期待着更多关于故乡与人性的故事被呈现 展现出对土地和亲情的深厚情感 腾讯 在娱乐圈的情感生活中 蓝正龙与前妻周又廷的关系再次成为焦点 蓝正龙在与周又廷的婚姻中经历了诸多波折 最终在2023年6月结束了长达9年的婚姻 离婚后 蓝正龙与周又廷的互动频繁 近日被拍到带着子女一同外出 画面温馨和谐 令网友纷纷猜测两人是否有复合的可能 蓝正龙在与女儿的相处中展现出父爱的细腻 而周又廷则在一旁陪伴 似乎两人为了孩子的幸福而努力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经纪人对此表示不清楚 但网友们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这是为孩子着想的表现 也有人怀疑这是否只是表面的和谐 腾讯 金鸡奖的评选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争议 尤其是当评委名单中出现一些未曾获奖的演员时 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 例如流量演员王一博和范城城的提名引发了质疑 认为他们的演技并不配得上这样的荣誉 而评委中如陈坤和吴岳等人 虽在行业内有一定地位 却从未获得金鸡奖 令人感到不解 网友们对这一现象的反应强烈 认为评委的权威性受到质疑 流量演员频繁入围的情况使得金鸡奖的含金量逐渐下降 甚至有人表示不再信任这个奖项的公正性 尽管如此 观众们对金鸡奖的关注依然高涨 期待最终的结果能够恢复奖项的名声 腾讯 情感导师涂磊因病住院后 因在直播中提及妻子的言辞 引发了关于其妻子去世的谣言 涂磊在澄清中愤怒地表示 妻子并未去世 而是正在疗养 然而网友们对此并不买账 认为他在表达上不够严谨 导致误解的发生 涂磊的状态变化 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尤其是在妻子小丸子被爆出患癌后 他为了照顾家庭减少工作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尽管涂磊对营销号和网友的指责显示出他的愤怒 但不少网友认为作为公众人物应当更宽容 面对外界的关心应以理解回应 涂磊与妻子身后的感情 让人们对他的现状感到同情 同时也提醒公众在信息传播中保持理性与温度 小巷人家 林洞哲 庄图男 向鹏飞的收音机生意 究竟挣了多少钱 腾讯 在小巷人家中 三兄弟林洞哲 庄图男和向鹏飞 利用暑假时间 通过倒卖收音机等商品赚取了可观的收益 庄图男选择收音机作为主打商品 主要是因为江苏乡镇地区的市场尚未开发 国家物价上涨 引发抢购潮 以及国库券的流通限制 他们的总投资为6万2000元 经过几轮交易 收益翻了两番 最终实现了158150元的利润 按照股权分配 林洞哲和阿达各得63260元 庄图男和向鹏飞各得15815元 林洞哲凭借其商业头脑 最终成为了保洁的重点客户经理 展现了他从小到大的商业潜力 李文坟钱杂草丛生 周海妹别墅一片荒芜 不再为流林陪跑遗憾 腾讯 李文离世一年后 他的墓地却杂草丛生 曾经的辉煌如今显得荒凉 令人感慨 石门峰纪念公园的工作人员表示 墓地正在改造中 李文的家人也希望他能得到安宁 周海妹的别墅同样荒废 曾经的生机已不复存在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流林 他在演艺事业上虽未获得大奖 却凭借扎实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他在多个经典角色中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尽管未能获得应有的荣誉 但观众对他的喜爱和敬重却从未改变 知名女演员 关轩生子 曾出演《太子妃生殖记》腾讯 11月13日 海灵在社交平台上宣布 自己成为新手妈妈 分享了宝宝的名字和自己的感受 称这一年对她意义非凡 海灵因在《太子妃生殖记》中扮演绿梨 而受到关注 如今她不仅迎来了新生的妥妥 也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圈内好友纷纷送上祝福 网友们也表达了对她的祝贺 认为她的演艺生涯 与新角色的转变是值得庆祝的 海灵的经历 彰显了演员在生活与事业中 不断成长与变化的美好 腾讯 金喜善久违亮相 尽管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 但她的美腿依然引人注目 50岁的金喜善 在一次采访中 穿着牛仔蓝套装和复古长靴 尽管她的面容显得有些疲惫 法令纹和苹果肌的下垂 让人唏嘘 但她的身材依旧保持得相当不错 修长的美腿 让人想起青春时代的她 尽管观众对她的变化感到惋惜 但金喜善的气场依然吸引 展现了成熟女性的魅力 与之对比的是 其他同龄女演员 如宋佳 凭借古相优势和自然老去的状态 反而显得更加迷人 显示出岁月对不同人的影响 腾讯 黄胜一在《再见爱人4》中 与杨子的争论引发热议 黄胜一强调自己 不应被限制在演艺事业中 反而希望能投资创业 杨子则认为 她应专注于提升演技 但黄胜一反击到 为什么杨子不与刘德华 比较自己的演技 两人的争论 揭示了黄胜一对自身发展的思考 她意识到 在演艺圈的瓶颈期 或许更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节目中 嘉宾们质疑杨子的投资眼光 认为 她未能给黄胜一 带来正面的影响 反而让她的发展受到阻碍 黄胜一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展现出成熟女性的自信与独立 腾讯 张云龙与那扎的恋情曝光 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张云龙曾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出自大连轻讯 后转行成为演员 她在足球生涯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曾多次到意大利和日本交流学习 如今 她与那扎因综艺节目结缘 最近被拍到多次前往那扎家中过夜 二人的恋情 似乎正在升温 张云龙的转型之路 和与那扎的关系 让人对这对情侣的未来 充满期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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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